大家好,我是顾永琼博士 江山带有才能出,一代新人甚旧人 今天要介绍的这位神童尤其厉害 他今年11岁来自比利时 智商145,已经修完了本科教程 正准备攻读硕士以及博士学位 是世界上第二年轻完成本科教育的孩子 他8岁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中学教育 他表示将就读物理和生物的相关博士学位 因为他想多了解量子力学等前沿科学 然后可以在生物上研发人造器官 这样子人就不怕衰老 可以用人造器官来替换目前的衰老器官 人从而可以获得永生 有人好奇地问他妈 怎么这个小孩子这么聪明 他妈妈说可能怀孕时吃了很多鱼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要孩子聪明 孕妇一定要吃好喝好 偶非在生物类做梁 偶非地智商专业 是КА idea 是佛中文学好 quotid合力 发程 inner跟赛城 至于初 chat 證人 在面 deb